我啦 我想 还是真的全部棄手 只看中中症 这些都不错 我还想这个问题 母亲节慰绕关怀中心同诊 可吻哲大吐心声 台北市疫情严峻又有快筛之乱 前一天副市长黄珊珊轰中阳 我们需要一个盾牌 至少每一个人有一个快筛计 这样不是共存 这样的情况是棄手 就让经济部连夜制途反击 点名回应的就是黄副市长 说政府没禁止快筛进口 也有协助企业加快进口流程 还举例像是美联社卖的 就是自行进口的产品 就是老百姓要用有没有得用 就这样你讲一大堆 我意思是说 那个讲的天花乱坠 手术病人死掉有什么用 不是我的问题是 你去路上看看药房门口排队的 就知道发生什么事 柯文哲会这样说 或许也跟着状况有关 因为实际到药庄店架上空空 换一家客是干脆贴出 卖光了卖门啊 不过也确实政府有开放 上市之前全联等超市卖场 都能够购买 有些药局也有提供自费快筛 只是这价格 比起实联制的一季一百元 要贵上两到三倍 TVBS学员无愧离自衡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